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很多能量 比如说 很多能量是带信息的 你还要清理这部分信息 因为不是你的 他带着他的信息 你要清理信息 还要帮他和他了缘 然后呢 能量还要转化 成为你自己的 这个需要很清静 定力很高 才迅速地能成为你的能量 有的是促行道的能量 有的是天道的能量 有的是其他道的能量 你全部吸收进来 你会 当然这个就是从另一个场景 到家也走这个路 还有很多气功还要走 这个也是一种修法 但其实这个有时候走完 反而需要更多的时间 直接拿 有时候避不见得时间好 不动 然后变成你就是一气 这个更快 其实拿得更多 我告诉你 直接就全到了 不是一顾一顾能量到了 直接全不锁 也一粒微丑的地方 但这个需要在之间上很透的 在佛的之间上 对这种之间的 就是现在我们在不再交流 虽然你觉得听懂了 但是其实还没 需要一段时间 你休再问 休再问 休再问 但休就休你就把我做了 就是这样 我现在我觉得有些东西 就是这个好 但是这里还比较好 因为你是要由头脑来理解 它是个头脑理解的东西 你学起研 然后由头脑交流 体验 由头脑交流 我现在自知见地到位 见地不到位 你不能说不到位的人 我们都是佛 这是最根本见解 大家都到位 为什么我们是佛 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是佛 你怎么变成就真的 这些还是有疑惑 而且是刹那刹那变成众生 你不知道你从佛刹那刹那过来 而你以为十万八千年以前 你变成众生了 到现在一直在轮回 其实不是 当下而已 你没时间和空间 你要成佛 你还能把世界空间扯进去 你要成到 还能把时空扯进去 怎么能成这个角度想的 是啊 你不傻吗 真的是 是啊 你要成佛 你要成佛 把时空扯进去 你咋成 你说成佛在未来 这可能吗 你那个未来成佛的一念 已经障碍成道了 障碍你的就是那些念头 齐念就像一粒微车 就已经障碍了 一夜照目不解释 你看这本心 齐念佛心就会 齐念 一念一念 不是念 车道好难啊 车道在未来 我继续拿着 但是我们能说 你继续修 可能未来会成到 这是说法的方便 你知道吧 但是那个未来在哪里 在你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你还能有个未来 未来心啊 因为未来心 那不是一直在未来 未来 一直在那儿 障碍着 你头脑还能有个未来心 你只能听听 听听放下 那个未来已经没有了 听完了 听懂了 上座马上正道 那就是未来 当下就是未来 听完就放 听完就放 直接去修正 在做的时候无分别 啥呀 把佛法全部放下 听懂了就放下 你听懂了还折腾上 听不懂继续问 就是 就死缠无脉 就是这种 你问的其实也没道理 就是放不下 啥意淫 你就没听 然后实在不行 就拿帮子停 闷了 终于停下来了 昏睡三秒钟 哎呀 就师傅休息一下 你问那会儿的棒喝 师傅 我问的没办法了 拿个帮子去 我一棒 停 醒来了 好像刚才空了耶 举个棍 扣个头回去 还是不知道 哈哈 哈哈 万一有个开服的说 这个剑也好啊 一棒子都开服 哈哈 我突然想起 就是有一段时间 那个脑袋支撐我 整个人好难受 然后我就忍不住 然后我先回来 然后真的 就真的停了 然后觉得 哇好舒服 然后现在就搞笑 抽了一样 拿起来还是放下 放下 就这么遮 你就停 就这么一个字 不想 就哪有放 缺在哪儿 好像就是为你准备的 让你拿起放下 拿起放下 人家就不会了 是吧 缺失你的 你在这儿抽出来 拿起放下 拿起还是放下 人家挂着找别人客 就好像那个挂着 你还在那折腾的 是吧 好像挂着就是给你准备的 人家别人直接伸到嘴里去 拿起放下 客了再说 你说成佛呢 人家说 你还在那想 我未来再生几年 我挣了钱 我背着包去 山里闭关 怎么怎么想的 人家都 哇 当下我已经证悟了什么经济 人家听完已经到了 你还准备未来 背着包去 山里闭关 是吧 这就是这样 人家听完 马上振 马上放 人家说 我说 你执着的那些事 是个执着 那是个幻景 外景一小时 嗯 放下 吃瓜子 喝茶 已经不再回第二节了 放下 你还在那里 咋放啊 外景还咋放 外景咋放 你说外景咋放 你说天一老咋停啊 等着呗 你说我们等 怎么等 等着我们喝茶吃瓜子 一会儿就停了 你问我咋停啊 我咋说 我说等着吧 也许她马上就能停 也许她等一会儿 那有啥 是吧 咋放 是吧 就是六祖那样的 人家才好 人家跟师父说 无所住身旗下 六祖说 是啊师父我一直就这样 我一直到了 我一直也没有可住的东西啊 你说我住过去 住现在 住未来 住人住世 那不都是虚外的吗 你说的啊 我住在哪里呢 我一直说我住谁去 人家就到了 借地到尾 对不起嘛 你说是啊 我说我就是执着啊 我就是住上了 其实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根本没住 你住啥了 你有啥可住 拿出来我看看 你住的你心也没有 人也是 你跟他说说 你就在头脑里乱想了一堆 然后说 下了个定义说我住了 那家六祖之间就这样 我就说住 那家开悟了吗 你呢 然后说 我要不要实时听佛事啊 你就没开悟 是吧 说我住了 你就承认你住了 你住在哪里了 拿出给我看 拿过去给我看 拿未来给我看 拿现在给我看 是吧 你现在也留不住 说话话都没了 过去未来 根本想也别想 我根本看不到你 就是你认为 你下定义 你已经没有了 你想住 你住不上 你然后认为自己住 这就是纠结 然后更认为自己执着 你就是 其实死都是 一个认知 不断地纠结 你不断地给自己下地 你不断地拍摄 我认为你是这样的 他是那样的 他在下了一堆地 你的世界形成 你执着的世界形成了 然后这样要苦啊 然后这样自己苦啊 苦啊 我很苦 是吧 然后我说 一啥苦啊 拿出来看看 你痛苦了不可 血流出了 你痛苦了不可 然后我还是说 我还是苦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快乐的境界 在那儿 头脑里已经形成了 你要达到那个 你有个比较吗 你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是苦 你不能不想那个快乐的 然后苦就在这儿 然后你去看着这个苦 它不就是个瘦吗 它不就是个绝瘦吗 就像下雨一样 惹你傻了 你心不能听进啊 你不能不烦 你不能喝茶 你不能把心放在茶水上 你非要放在那个 不舒服的那个瘦上 你不现在这儿病吗 我也在这儿不舒服 你为啥不放在跟你聊天 放在喝茶呢 我这么多事情 不放在这些事情上 非得放在那儿不舒服 是吧 那不是自己找烦吗 这么多好玩的不放 你就偏偏放在那儿不好玩的 始终认为我就是烦 你看我这儿不舒服 你看我沸腾 你看我肝疼 你看我心臟疼 我说你喝茶 我知道你肝疼 你喝茶 你肝疼放在那儿 喝茶再先喝茶 是吧 把心放在茶水上 肝再慢慢治 肝疼一下治不了的嘛 是不是 所以说你先喝茶嘛 就是把你的心 从那个肝疼移出来嘛 瘦有一天走 你的身上摔麻冷罩痛 你那么多瘦 瘦就是个瘦 就是个绝瘦嘛 你不要定于他好或者坏 你不要排斥他 也不要接纳他 因为他就是你身体 你四大就在这儿 没有空一切 你没有沉到一切 你就是有瘦嘛 摔麻冷罩痛都在这儿 就让他放在这儿 你去喝茶 你烦就是个瘦嘛 是不是瘦 你觉得这个瘦不舒服嘛 但是呢 你心不跟他搅在一起 你能有啥不说 不就是个乱捣刀嘛 或者是瘦了一种 是阴切的状态 或者是 其实你不 你觉得你要心移动到喝茶上 你早把那个痛苦忘了 只是你执着地认为 你还在痛苦地喝着茶 拿个快乐看看 快乐瘦喝茶的 嘴脸的这么大 我都很想去 笑死了 其实就是这样 这就是凶症 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修 你只要修就有希望嘛 其实借地 如果借地到了 你做啥在修 就是烦你就被转了 就是有不同程度嘛 就是有不同程度嘛 能觉察到有这个经历代理 人家说你已经反开了 说你已经不行了 然后他骂你 你就你已经 那就修忍住呗 其实这个词已经是被转了 转了 你心里很不开心 但是不置身 说你是个菩萨不置身 然后你已经自己转了 本能地转了 这个本能地转你就是修忍辱呗 修忍辱修到功德圆满 你就不转 你就是别人骂你 入入不动 这叫功德圆满 你需要就这样 别人骂你 你清静嘛 你心清静你烦 但修忍辱 就是如果忍不住 你也阿弥陀佛 你会睡不着 你也啥也行 你也问嘛 或者是挂着 大多都可以 只要你不烦 然后你就安住在那 不要动 慢慢慢慢慢慢 别人都碰撞 就对你影响的大 就是通过一次的忍辱 两次三次四次一百次 任无可忍再一次 就是这样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 别人说你的时候 你的耳朵都不紧 这也是功夫啊 虽然你没有缘同 你也没有缘同 你也没有缘同 但是这个也帅功德 就是你这个 你就不再被他转了 这是这个 和对峙 就是身边的 妻子啊 夫妻啊 这些 就是约亲在座聚会的时候 就是躲不开 必须每天面对 一般夫妻这些吵架 烦你烦 他骂你你 或者敲击你你烦 但是呢 你不得没面对 这种忍辱呗 但是你肯定要转 马上就转 所以那就是 在痛苦地修着任无 修行 你很烦 但是还是要修 继续坐地上要修 坐下要修 就修任无 虽然其实还不见得 是你在修任无 人家也在修 其实人家骂你 也是忍不可这个 但是你继续啊 你反正一般都是 身心不动嘛 那口也不动 人家骂不还口 不造心业嘛 就是口业也不造 我不动我也不说你 我也不骂你 我不动我也忍 你说啥 能改就改 改不了我也没办 是不是 你让我说 我明天憋这个男的 我肯定憋不了嘛 是吧 那有些我能改 有些改不了嘛 那好 那就是忍呗 忍到四次二次三次 突然有一天 你不用忍 他说你时候怎么这么开心呢 他不说好像上瘾了呢 这就是一开始说 提到打呼噜 后来老哥不打呼噜 他睡不着就那次了 他不说 怎么你今天没说我呢 你还提醒他 说一两句吧 不然太寂寞了 这个时候就 差不多叫功德圆满了 就是你修这个修的 没痕见 这个没了 下一个又还有 这个人说你没事了 但你在乎的那个人 还不能说 比如家老公说你不行了 你来了老师说你不行 那个老师 因为你希望他认可你 你越在乎的人 他越伏定 你越不行嘛 那你就在他这修嘛 修修修 所有的人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或者是你希望认可的 或者不认可 都无所谓了 那你就差不多 那定理就成了嘛 但也不一定成功了 但是最起码地里有了 最起码一般人 在你耳朵边很虚道 就到没情景 因为选择性挺 而且他们说你啥 或者简单的说 敲气你根本 你如如不如都 就像说别人 你还听着他 看着他说说 你看着挺烦的 还觉得他蛮可怜的 就觉得他蛮可怜的 就这么叙叙叨叨 是吧 当然你在中间 如果你的佛学界定 透的话 对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里路上很透的话 你可能突然就解脱出来 你不用修那么久 你别忍别就解脱出来 开悟了 撤悟了 不被转的时候 他身心肯定是不动的 就是不被他影响的 然后这一块 也好看 身心就是个根 根是个幻性 还不知道斗不断 你不定义它就行了 你不要去 一定要去找一个 我说身心不断 你就不一定要斗了 你不用斗 这就叫身心不断 你不用去 新生代谢 什么细胞 美食美食生命 什么不断 有个什么斗不断 我是说 因为 你说因为我们毕竟在这 有的时候 你还是觉察到 就是像我 我会觉察 我自己 今天我起烦恼心了 或者 我也没有说自己要忍我 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有情绪了 开心啊 悲伤啊 或者有的时候气氛啊 烦恼啊 你不要定义修 这些不定义 我觉察到他就好 你要定义了 你就有 除了心理学了 就是你们的心理学说的 哎呀要接受它 还是放弃 要拿起还是放下 我是要接受这个烦恼 还是我跟烦恼同在 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 你说 我跟痛苦同在 你已经痛苦了 你已经定义了 这个受是个痛苦 它本来是个感觉 神经系统一个感觉 你定义了它这个心态 这个状态是个痛苦 就像定义这个阴谦是个烦恼一样 这个本来就没有意义 是你心定义的 这个阴谦人家本身就是 就是下雨的状态嘛 这个状态你把它定义是个烦恼 因为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你身体呈现出这个空性 呈现出这个妙容 都是空性的妙容 烦恼只是其中之一嘛 你不喜欢这个角色 你就定义它叫烦 然后你就业力它 你就想把它转成快乐 你只要定义你的连锁反应定期 即使你不起第二年 你的系统里已经 烦恼肯定是不好的 烦恼是不好的 你定义它叫烦恼 好 烦恼肯定不好的 身体不自觉的情烦 每个细胞都会业力它 业力这个状态 但这个状态能够清除吗 你的空性里面什么都包含啊 你在人道不体验 体验人力的绝受多吃亏啊 是啊 人力就是烦的 人力就会烦 你知道天人有时候烦恼是什么吗 上次有几个天人 这个又说神话故事 有几个天人过来 我执着是什么 烦恼是什么 因为有人会说 他们在听他们聊天嘛 他说很烦 我不知道怎么 哎 烦恼是什么感觉啊 因为天人不知道 但你竟然是说 我这个烦恼很考验 天人好想体验一下 你来了人道 不体验烦恼 还帅的人吗 不体验烦恼的状态吗 我是举个例子 但是不要下定义 就是个角色 就是个状态 你下了定义 你只能跟它同在 或者是把它放下 它就已经变成有了 知道吗 我明白 我在看我自己的问题 这一块 因为一直在思变嘛 想 其实就是头脑里 之间多了 老是想用这些东西来套 改 就是不能安在那个 所写出定义开始 嗯 你理论概念太多了 你修正的时候不定义 比如说 我坐在这儿 我肥不好 或者肝不好 或者是我心脏不好 等等 我去个例子 那我现在 不会有切化的 我也不做 但不代表我现在好了 是不是 但我先放在喝茶 然后跟你聊天上 我不关注这些东西 我也不去想 是不是 但是不代表我不知啊 如果有医生问我 你的肝怎么样 我也会叙手我的肝的状态 我也会给他详细 来说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肥怎么了 如果我吃药 我也会吃药 但是吃完我就放下嘛 治疗的时候 治疗完就放下 你说话的时候 说话 喝水的时候 喝水吧 我不是说我给这个病 同在 然后在这喝茶 我不会这样说自己 我说我今天 我这个肥不好 我给这个病 同在 安住在这儿 然后喝茶 这叫啥概念 我就是我 病就是病 喝茶就是茶 你就是你 是吧 我在喝茶 跟病有啥关系呢 你为什么 全扯到一起嘛 通脑里面清静一点 行不行 就一个 就是很多很多道理 就扯在一起 那你时时刻刻 你就跟一个病在同在 你每时每刻都不分别 跟那个病 人家想好也好不了 你每天把人家挂上 人家说好烦 我想健康也变不成 是吧 因为你每天定义 是说我个病同在 我要享受这个病 我要接纳这个病 这不是心理学经常 你们说的话 接纳 是 你接纳个啥 人家就在那儿管 你管人家什么事 人家用你接纳吗 你问人家了吗 人家不接纳你呢 是吧 你喝你的水是吧 人家想好好不想好 但是你说 我能可以帮助 我可以吃药 吃药就吃药 看病就看病 喝茶就喝茶 每天挂上干事 佛法这件事 你修就修 你挂上干事 陈佛这件 老在头脑里挂着 嗯 问个问题 问完就拉倒了嘛 陈佛什么 按钮嘛 行了嘛 挂着的都是 苦大仇事的 跟他有仇在挂上 哈哈哈 过不去了 啥意思过不去 你才挂上 过得去还挂啥呢 只不过不要 被这种欲望牵引你 不再修行 或者是被这种欲望 转就OK了 然后欲望成状态了 嗯 你还没有生理转化 怎么可能没欲望 最好的是 不错过当下 每个当下 成到的机会 这就是行政 这一刻没有 很清净 OK 再找到 coupled 越来越好 适竟 做友好 我